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非常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做 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台湾都市发展 知识上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 这应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些期待 他会希望他自己的住的生活环境能够更好 可是在不管是谁在执政的情况底下 这样的一个都市的发展都会出现所谓的破迁的问题 或者是在程序上面正义的问题 或者是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批评 甚至会带来悲剧 当然也许在不同政党他们的手法或是他们使用方式会略有不同 可是那个问题的本质恐怕还是值得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关注去关心 那前一阵子在大辽呢有一个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高雄市大辽区第81期四地重化案 那这个四地重化案其实前一阵子这些大辽地区的朋友 还有很多的人也都去针对这个事情去抗议去发表意见了 而且在这个10月15号呢还传出说有军民因为不愿意破迁 而选择在这个住屋处来亲身 那这事实上在台湾都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 那城市发展怎么去考虑到这些人权的问题 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节目呢要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就是政大地震系的退休教师 他目前也是这个兼任的老师徐世荣徐老师 徐老师好 关老师好 大家好 非常谢谢徐老师 徐老师目前也是台湾居住正义关怀联盟的成员 可不可以请徐老师先跟我们讲一下 这一个大辽区第81期的这个四地重化案 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那目前的这种发展跟它的这个进度 还有最大的争议在哪里 这个重化案大概都是公有土地的重化案 那土地的管理机关大概有国防部有财政部国有财产署 大概当然还有高雄市政府比较少 但是大部分土地的都是国有或者公有的部分 那根据我们法令的规定 尤其是平民地权条例 第56条 那我们政府如果要办理公办实地重化的话 这个是属于公办实地重化 那只要政府想办就可以办 你看它的56条第一项 只要政府想办 然后报给中央主管机关来核定 那就一定可以办 意思是说 它可以不用去咨询民众的意见 住在那块土地上面 民众他们到底想办 那尤其是我们平地权条例第56条的一个规定 我们在做市地重化的时候 不管是公办或是置办 我们都只考量到土地所有权能 他们的权益 那除了土地所有权能之外 比如说成租人 还有这个当地是个眷户 眷村 眷村以前就是过去的这个中国来的移民眷村 对 那因为他们不是土地所有权能 所以余律都被排除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两点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也就是根据我们法令的规定 我们公办实地重化 是完全掌握在政府的一个手里 我要不要办 完全是由我来决定 另外一个 如果我要办公办实地重化 然后呢 我要考量的 我要听的 只是土地所有权能 或是土地管理机关 就这国防部跟国有财产署 他们的意见就可以了 那至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的那一群人 这余力不管 现在问题就出在那边 也就 现在还有少数几户 还是他们跟国有财产署 有签订那个租人契约 其实都还是合法的 OK 都还是合法的 但是在我们的法令规定底下 他们的权益是完全消失殆尽的 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嘛 这法律上既然是这种规定 那你在这个事情上面 你没有这个所有权 那就算你是住户 那可能顶多是赔偿或怎么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像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可是如果回到一个人权 或者是意识的角度来看 这里面应该还有很多的细节 必须要去做一些这个讨论 我们待会继续跟他谈 不过回到这个大辽的这个案子来看 里面大概都是住了哪些的 然后这一次目前的争议是什么呢 那现在到我们录影的这个时候 它的具体的发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大部分有两 住在这块土地上大概有两群人 我们姑且不论那个私有土地 因为面积非常的狭小 大概有两群人 一个就是眷村 那眷村的朋友大概 大部分都已经千里了 大概都千里了 另外有一部分就是 刚刚跟管老师报告的 就是跟过游财产组 重租土地的这一部分人 那这一部分还有极少部分是 生活在这里的地方 那刚刚提到那个李先生 那大概就属于这一部分 另外还有范先生 另外还有少数 从对岸过来的一些 有一些朋友 年纪都很大 大概也是住在那地方 数量不多 但是一个很关键的课题是 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大概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也就是应该都是属于 社会上非常弱势的 再加上现在房地产价格那么贵 而且他们年龄 大概都已经偏高 那如果要让他们 离开这个地方 那我们政府没有有一些帮忙 比如说他们就跟我们说 他们现在要到外面去 要去租个房子 其实人家都不愿意租给他们 因为年纪太大了 年纪太大了 年纪太大了 再加上有一些是身心有障碍 身体行动是不方便的 他必须做轮椅 比如说我们那一天 就在高雍市政府前面 在成行的时候 那就有一位朋友 他是从大辽那边 就是等一段 因为他行动不方便 所以他就骑着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残上的一个车子 就从他的住驾 一直到高雄市政府前面 那也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一个感慨 从大辽到高雄市政府 那其实是有段距离 有段距离啊 蛮长的啦 OK 那他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再到 那个很不幸的 那个李先生的住家里面去看 那 其实都相当的 这个 生活环境都很不好 但是他们一离开这个地方 大概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住了 所以大概有两群人 那眷村那个部分 大概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 那现在比较 还留在当地的 大概就有签约了 那个土地 所以他们合约还没有到期吗 还没到期 还没到期 还是合法的 还是合法的 但是国有财产署另外一个规定 如果说我要进行市地重化 那你就必须要五条件的离开 那对于这样的规定是否允荡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 这个合约是有多长啊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地方 要去做重新的规划 我们先不谈补偿 或是不谈所谓的 人道的问题 或是人权的问题 我们谈一个比较简单的事 那这个合约有多长 那如果不是很长 反正那个还在规划期间嘛 就让这些人可以先住在这边 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有其他的安置的做法 是不是也可以去减少正义啊 也可以啊 那但是我们一般 我们就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我们政府 而且根据我们的法令 有关征收跟重化 我们如何来看待土地 那我觉得管老师 问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课题 就是什么是土地 那一般我们 我们政府的相关的法令制度 一般法规 我们都把土地当成 它只是一个 像一个商品 它我们 对土地的 那个 看待它的一个角度 都把它看成只是一个金钱 都用 可以一平多少钱 一平多少钱 我们比较 我们很缺乏 我们现在的法令制度 我们很缺乏 把土地当成是一个 安身立命的家园 来看待 比如说征收 其实这个逻辑都是一样 征收或重化 只要我给你钱 你就必须要离开 你如果不领 我就帮你提存 提存到一个专门的帐号 银行的专门帐号 那就表示说 我的这个 征收给了 这个补偿金 我的征收的程序已经完成 或者说在这边重化 重化的程序也已经完成 因为我已经帮你提存了 这个 都只是在谈钱 我们现在的规定都是这样 那这个案子 我们政府给的就是所谓的救济金 大概十万到二十万左右 但是有些地方稍微高了一点 大概四五十万 大家朋友想一想 那个你现在房价那么贵 那这些年纪那么大的 而且大概都已经 已经没有那个赚钱的能力了 然后你要他们到外面去生活 自己再找房子来住 其实是很困难 我直接的接触是很困难 所以其实 有一种可能解决方法 就刚刚我谈到是说 那我们等他的驻月到期 如果他 因为像这种 如果他不是很长的话 也许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是一种相关的补偿跟安置 这当然 这当然会有很多的朋友 会认为说 你们就是 不是这里的拥有选择 那你怎么可以 相关的补偿跟安置 但是如果从一些 比较人权的角度 或是人道的角度来看 他们相对之下 就像刚刚徐老师提到的 他们大概就是年纪比较大 然后相对在经济上面 是一种弱势 那类似的状况 其实我想在台湾 也不会是只有同一起 就是类似的状况 那这么多年来 就是特别是 像四地重化这种 我觉得跟一般的土地 争收比较不一样 土地争收 这个我本来就是所有权人 所以呢我争收你的土地 我在用不同的方式补偿你 那你同意不同意 你要不要抗争 你要拿多少钱 是一回事 可是另外这个就是变成是说 你不是这个所有权人 然后我就把你的土地依照法律 然后我就希望你离开 因为我这里要做其他的 这样的一种用途 可是类似这种状况 我想也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件 难道我们现有的四地 重化的这些相关办法 有没有一些刚刚谈到的这种补偿的措施 或是安置的做法呢 那如果有的话 那这些补偿的措施 跟安置的做法 是够还是不够呢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蛮关键的 那当然我们四地重化 并不是只针对在公有土地上 来进行四地重化 我们也有很多都是私有土地 来进行四地重化 比如说在凤山火车站 那旁边也是一个公办四地重化 那我们四地重化 一般我们政府的一个定义 就是土地的重新分合 然后呢 因为当地欠缺公共设施 所以我们重新分合之后 大家的生活品质都能够提高 然后因为有学校有市场有马路 所以大家应该都会 应该都会很快乐 都应该会很接受 这样的四地重化的一个安排 这是我们政府一直跟我们宣导的 好像都只是正面 四地重化是正面 所以有一些土地所有权人 他经过四地重化之后 他分回了土地的比例 那个全值大概是55% 然后土地面积会比较缩小 那政府拿到一部分的土地 因为它实际重化必须要有一些费用 那这些费用就由政府来支出 那政府的支出 但是他又说 这应该是你们自己要出这个钱 所以你们的土地要缩小 一部分给政府 那政府来帮你们办 因为你们要自己使用者要付费 那政府就透过那个抵费地的标售 然后把这个它办理的一些成本把它回收 那基本上的逻辑是正在运作 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这个四地重化到底是为谁办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想我们朋友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四地重化应该是为当地的人民来办 让他们的生活品质能更好啊 但是现在不是啊 就像我刚刚跟管老师报告了 我们56条第一项 只要我政府要办 我就可以办了 那政府为什么要办 要看到很多都不是为了当地的居民来办 很多都是为了要土地的开发 来办理这个四地重化 所以每一个开发案 每一个四地重化案 尤其在高雄市非常的多 大家大概都是引起民众非常 这个很激烈的一个抗议 为什么 因为你四地重化不是为了他们来办 那政府为了要进行土地的一个开发 那强迫当地的一个居民 你一定要接受四地重化 那接受这个四地重化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 他的房子要被拆 他跟土地征收基本上是一样的 房子要被拆 然后呢面积要缩小 或者他虽然说我有分配你一部分土地回来 但是位置往往是改变 那这跟土地征收 尤其是区段征收 其实逻辑上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造成破钱 因为我们往往会规定最小建筑基地面积 我们都市计划里面会规定最小建筑基地面积 经过四地重化之后 我们就会说 这边最小建筑基地面积是多少 那你如果说 你以后你的那个土地的全值 不够去分配一个最小建筑基地面积的话 那很抱歉 你只能领钱走人 只能领钱走人 而且那个钱往往也不会太多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四地重化完之后 如果他是土地所有权人的话 他土地所有权人的话 他以后分 他本来的土地原来就不大 但是如果经过四地重化完之后 我们政府又有规定的最小建筑基地面积 但是请他千万不要被骗了 那个最小建筑基地面积往往是蛮大的 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土地掠夺 法令上都是说最小 但是你去看 其实面积都蛮大 为什么要蛮大 因为让你没有办法来进行分配 或者说你要分配你另外 还要拿很多钱出来 在买那一个最小建筑基地面积 所以这个四地重化 到底是 为什么要办这个四地重化 我住了好好的 那后来政府一规划完之后 我还要拿一大笔钱 然后来买这个最小建筑基地面积 然后这只是土地哦 那房子我还要再重盖 那个钱都要自己付哦 OK 那这很多民众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四地重化 那抗争也是很多 那这个是土地所有权人哦 但是很多人是 在土地登记上面他是没有权利的 比如说共有了 然后家族遗留下来的 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习惯法 习惯 这个尤其在乡下特别的多 然后 只登记在早期 登记在这个长子的名下 那还有赤子三子很多啊 但是 因为我们都是 当时候登记又是比较随便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赤子三子 他们的后代 完全都没有权利 但是他已经实际生活在那边 很长一段时间 那他们一点权利都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会造成所谓的人权的问题 那请容许我再多谈一点 其实联合国里面 就针对这个有不同的规定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现有的法令 我们都是强调所有权 对 但联合国他要求的 他强调的是使用权 而且我们现在面临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那大概2017年 因为我们已经是 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两公约施行法 那两公约施行法 那就是要跟去 要求要跟联合国相关的公约 来保障人民的基本人选 然后这个国际审查委员会 每四年就会审查一次 那2017年1月是第二次审查 那个国际审查委员会 就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在他们提的结论性 这个结论跟建议里面 他结论跟建议的第一点 当然在那里 在那个时候是第37点 麻烦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法务部人权大部走 这个网页去看 2017年 他们第二次审查的时候 国际审查委员会给我们的意见 他的第37点 也就是他们有关土地跟住房权这个章节的第一点 他就跟我们讲 中华民国里面都把 都只强调所有权 所有权之外的权利全部都排除 这个是不符合联合公约的 我觉得薛老师这一段谈话里面 我觉得有两个蛮重要的关键 也是我们在社会里面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矛盾或是不解的地方 第一个 你刚刚有提到说 政府他到底是为什么来做四地重化 政府他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理由 我是为了要这个城市发展 我是为了某种的公共利益 可是这个大的公共利益 可能会跟某种私人的 这个不管他是不是所有权人 或者是他是一个陈珠 像现在目前的抗争是一个陈珠户 那他的个人的这个利益 那他特别又是一个所谓的相对之下弱势者 那他也会觉得说 那我的居住正义到哪里去了吗 我是这个居住的人 所以这两个会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在哲学上面 在政治学上 一直在不断辩论的问题 待会我想要请徐老师 来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个我觉得也蛮重要 就是所谓的所有权跟使用权 就是在台湾或者是我们看到在包括在灿烂 或是在公共的脸书上面 就是说你们都是非法占用啊 你们只是住在这里 你们只有使用权啊 没有所有权啊 那可是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在国外在做这种所谓的土地征收的时候 或是在做这种有关于市地重化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考虑到所有权 还包括考虑到使用权 可是使用权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是很麻烦的 我就刚刚谈到说 有些是属于既成事实 有时候是可能过去的这个法令当中 他没有明确的记载 那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 甚至在我们看到有很多 在过去像这一个很多的河岸的破签的时候 他们都还有门牌号码 那表示政府某种程度上是同意你在这里居住的 那这个两者之间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谈到使用权 哇那个要怎么去界定 那要怎么去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也是在台湾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的一些争议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请教许老师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值得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非常期待 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也可以让我们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要来跟大家访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徐世荣徐老师 徐老师你好 郭老师好 大家好 徐老师在刚刚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谈到了高雄大辽区的第81期四地重化案 当然我们在刚刚的讨论当中也看到 这里的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住户 那这个住户其实有一部分是眷户 那眷户大部分都已经离开 可是留下来的是乘租户 他可能没有真正的这个 应该他没有所谓的土地的这个所有权 那当然所有权会有他的补偿 也有他的问题 那没有所有权的人 他其实有更大的问题 包括他可能会遇到我的租期还没有到 那我可能就要被政府就要走 因为按照我们的平均定义相关的法规 刚刚徐老师意思是说 他本来政府就有权嘛 这也是我们很多的人 会有一些惯有的思考 那刚刚你也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一种过程当中 你要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在做这种土地征收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种市地重划的时候 到底是为了什么 政府当然会说这是公共利益 我要让一个城市的发展 让大家过得很好 就是开一条道路也都是一个公共利益 我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重划也是有公共利益 可是这个公共利益可能会影响到 某些被认为是非法的 或者是被认为是可能是这种相对之下 被认为是私人的意义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有太多的争议 你们这些人就是阻碍国家的发展 阻碍社会的发展 那你不能够说政府做这些事情 不是公共利益 它的确有某种的公共性的存在 它可能也让大家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好 可是包括我们看到南铁的意思 太多太多了 这两个之间有办法去做区分吗 这两个之间也是在政治学学上面 一天到晚吵了半天的一些议题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力去解释这些事情 我想要取消一下许老师 对 谢谢关老师 我把一个难题丢给你 不会 这个问题也常常有人在问 不过这个问得很深入 也就是如何定义公共利益 如何定义公共利益 那如果拉回来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跟四地重化连结的话 诶 四地重化的公共利益 往往是在它的前一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叫都市计划 OK 所以四地重化其实跟都市计划是连结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一般我们很少在谈都市计划 所以一个地方是否要都市计划 是否要四地重化 不管是公办或置办 往往是在前一个阶段 由都市计划来决定 但是都市计划是如何决定公共利益 我想我们要进一步的 可能要探查这样的一个课题 但是我想 这个很遗憾跟大家讲 我们都市计划其实是非常 还是非常钻断的 大概都是权力的经营在决定 到底要 都市计划到底要如何拧定 要如何变更 那这个都是由少数人来决定 那一般民众大概都没有参与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都市计划 是不是有符合公共利益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看公共利益如何来界定 其实司法院第709号 还有第739号解释文 都有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公共利益 它这个抽象的词汇 它这个法律不确定的概念 这个是法学 往往用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智慧 这样的这个文字 在解释什么是公共利益 那我们大法官怎么跟我们讲 要如何来定义公共利益 如果用709跟739 这两号解释 它就说必须要履行正当行政程序 那这个正当行政程序 它说要开放让大家来参与 沟通 公共财与公共讨论 然后它里面有特别有 谈到两个字 要进行论辩 要进行论辩 就是你要讨论 然后另外一个 你要举办听证会 你要挑个听证会 然后进行论辩 OK 那最后所得到的那个结论 那才是我们所谓的公共利益 那我们就来讲 我们都市计划 现在都只是举办公听会 而且那公听会 大概都是很形式化的 民众参与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进行有意义的听证会 按照行政程序法 至少按照行政程序法 来举办听证会 让大家有参与的机会 这是一个我想要回答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破千的问题 或者所谓的一个政府 觉得是一个什么是公共利益的 一个更大的 开始就必须要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说到底这个都市计划 是谁做的都市计划 是谁参与的都市计划 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市民 或是这个地方的居住者 不管他是有没有所有权 他怎么去 有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 这是一个蛮重要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先界定好 那后面当然你就会变得是说 说不定政府 不是政府说的是公共利益 他就是公共利益 对 那他是不是更重要 这些话很重要 不是政府说的就是公共利益 所以他跟其他的 相关的 我们这样讲利害关系 人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这部分可能是需要理清的 没有错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好 那你刚刚讲到说 在国外他们在做 这种所谓的 市地重划也好 或是一些 相关土地征收也好 他们考虑的是 使用权 使用权就是实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那不管他的过程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知道 在台湾一直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那不管是这个所谓的 这刚刚谈到里面提到 可能会很多是 从1949年之后 来到台湾的中国的移民 对岸的移民 有一些可能是 所谓的城乡移民 有些可能是 所谓的原汉之间 从这个部落 然后到 这个所谓的城市 来居住的这些移民 这些移民事实上 或者是包括家族的 这个所谓的传承 那这里面这个移民 其实他们可能是 这种不同的历史环节之下 他们可能都 住在这个地方 可是他可能都没有所有权 或是未必有所有权 所以他有使用权 那可是在台湾 目前的法规当中 或是一般的认知 你们就说 这不是你的土地啊 你如果没有什么 移民说这种话 你只有一百件 让你一个补偿金 已经算得到不错了 你还在那里说一些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 就是一个是所有权 一个是使用权 可是回到使用权 我觉得那个 会讨论不完 从政府来讲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个效率 他到底要怎么去界定 那这个谈使用权 会不会对一些 那就是表示 他会不会觉得说 你在这边住久 你就称王 或这个地方是你的吗 那是会不会 使用权会不会 没有符合 某种公平正义的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的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的 一个问题 那有一个 不过 谢谢 关老师 刚刚我提到 台湾的历史的发展 那我想要 提两个概念 第一个 概念就是 使用权 其实是包括所有权 OK 不是 这个两个不是对立的 在联合国 人居属 Unhabitat 它对于使用权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连续的概念 不是一个对立双元的概念 那台湾大概 我们现在大概都是 对立双元的概念 使用权跟所有权 两个是抵触的 但是联合国人居属 对于使用权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连续的 它有非正式的 一直到正式的 那所有权大概就属于 正式的这一部分 但是从刚开始 非正式的这一些 那有很多 实际上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他可能没有所有权 但是他实际居住在这个地方 那联合国跟我们讲 他们的使用权也应该要给予保障 那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大家就会问 那你为什么问 为什么连这个 他们没有权利 但他实际生活在这里 我们也应该要给予保障 我想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但是 其实管老师你刚刚也稍微 已经有点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要从历史上来找答案 比如说原住民住在我们台湾正坏土地上面 他们本来是没有这个所有权的概念 对 那他们当时候有所谓的一田二祖翻厂汉殿 有大租户小租户 这样的一个地权的制度 那个地权的制度 是从汉人从福建广东把他带过来的 那另外一个 后来从清代到日治啊 日治它开始引入欧洲的那个土地权利的一个概念 我们这个所有权独大的这个概念 是在日治时期被引入了 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它学习欧洲 欧入了这个地权的制度 那台湾也是它那个实验的一个地方 我想这个要历史上要跟大家特别强调这一点 但是它的土地登记制度从1923年 它的那个所谓的民法实施与台湾的相关的一个规范 它的土地登记制度又跟我们现在实施的又不一样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 它能够它所确认的那个土地的权利 我们所有权就是这个权利嘛 租赁权就是这个权利嘛 抵押权就是这个权利 它所确认的那个土地的权利 它的类型 很重要的 它的类型跟我们的想象跟传统的类型又是不一样 如果各位要看的话 那个中原院院士 刚刚当选的院士 柯志明教授 柯志明院士 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 叫做《翻头家》 从那本书你可以看到 从清代到日治 那个地权的类型化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就独尊日本引入的这一套 这是到了1945年之后呢 又不一样 国民政府又引入另外一套 跟日治时期的地权制度又不一样了 所以很遗憾 很遗憾 很遗憾 人民 它那个制度设计 地权制度的设计 不是真正从台湾这块土地上找出来的 日治时期 这个明治维新 从欧陆引入台湾一个实验的场所 然后呢 在1945年之后 台湾又从国民政府来台 那时候陈宜 台湾行动展望公署 它又引入另外一套的一个制度 所以 跟我们台湾实际的生活的样态 地权的样态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他们会要求 你必须重视实际的使用状况 为什么 因为你那些地权制度都是后来在设计的 而且那个地权制度的设计 它的原始来自于欧陆 然后跟当地的习惯法 我们一般讲 比如民法的第一条 如果没有法律规定 要依习惯 对 那个习惯法两个是有落差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 他希望我们要强调使用权 而不能够因为你后来的这个土地登记 地权制度跟土地登记有绝对的关系 因为我们土地登记就是登记你有什么样的权利 所有权 或是抵押权 地藏权 登记在这 那在这个之外的呢 尤其我要跟大家讲一点 这个陈宜来到台湾之后 在民国35年 他用的制度 我们其实没有土地总登记耶 各位朋友 土地法里面有一张叫土地总登记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土地总登记耶 我们在民国35年 那个时候陈宜发布的命令 我们用所谓的土地权利凭证脚验 用土地权利凭证脚验 然后呢 这个这个 当然后来又有一些法令上稍微有一个修改 但是我们没有土地总登记 土地法 土地总登记那个程序 我们又 就是看你日治时期 你有什么样的台帐啊 相关的资料 登记资料 那个土地登记记资啊 然后拿到来 我可以换发 那个中华民国的土地所有权放给你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点啊 在日本时代 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是没登记的 有登记的只是巧部分而已啊 大部分都没有登记耶 大部分没有登记那怎么办 后来我们规定啊 我们又命令啊 也就是现在土地法第57条啊 你没有登记 我就公告 你要来补缴一些文件啊 公告一段时间之后 再没有补缴 我就把你登记为无足土地 无足土地再过一段时间 就变成国有土地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中华民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国有土地 是这么来的 这不是在抢人民的土地吗 真的我要再讲一遍 而且我们民国35年 4月到5月 我记得4月20号开始 一直到5月19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要问大家 有几个人懂得 这个我们讲 国语或是华语 那时候都讲日文啊 那有几个人会去乡公所 政公所 外面去看那个公告 大家都不知道啊 我又举一个例子 像龟山岛 大家都知道 宜蘭龟山岛吧 宜蘭龟山岛 本来住很多人耶 不是 龟山岛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没人住耶 本来住很多人耶 上面还有个小学耶 全部被迁出来 那土地呢 全部都国有 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都没登记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 这一道 就是民国34年 也就是国民政府来台之后 到底是怎么进行土地登记 不过这是在历史发展的 就是这样 但是回到现代就是 好那我们现在还是要有一些秩序嘛 我们还是要能够运作嘛 那你这个观念也许是很好很重要 把所有权把它纳进来考虑 那也许是未来的事情 但是现在在面对这种争议的时候 如果你是政府你要怎么办 对 所以 其实我们 我们现在就只能在现有的 法律体制里面 来找一个答案 看看有没有办法 其实这个是 很困难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我们原来的土地的权力的关系 是现有的 这个土地权力的类型化 所没有办法来接纳的 但是 或者再加上那个历史的发展 刚刚谈到各式各样的移民的状态 对 因为历史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再加上我们因为 因为统治者的一个改变 造成了我原来的 土地的权力就完全丧失 也就是很多土地的权力 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 它是有权力的 所以包括刚刚谈到这些人到这个 眷户里面去住 然后去租了 那当然它 因为某种的历史的原因 或者是它的经济弱势到这里来 可是它在现实上面 它可能就跟目前的法律 是没有办法符合的 那回到一个现实 那这个要怎么去处理 就是你们也提到 我觉得这个案子蛮有趣的 你们提到高雄的拉瓦克的例子 这是一个可以去解决的这种问题吗 就是它也是某种的这种城乡移民 然后在高雄形成了一个原住民的聚落 那也引发了这个当时有很多的争议 那你们为什么要用拉瓦克的例子 来作为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方法 就是我们很谢谢我们的法院最后判决 拉瓦克部落他们是胜诉的 那法院判决就是引用梁公约的事情法 然后两人权公约相关的一个规定 那拉瓦克部落当然是原住民到高雄市去 它也没有土地所有权 但是我觉得后来的处理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应该值得我们大家 我觉得应该是处理的比较好的一个个案 就是说他们也一样没有土地所有权 没有所有权 但是他们有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安置 或者是补偿的做法吗 我们给予在高雄市政府 在凤山地区找一块土地 然后给拉瓦克部落原住民 原来的住在那边的朋友 给他们地上权 而且是50年的地上权 我觉得这个处理相对而言 可能跟其他案子来比较起来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案子 那地上权根据我们法令的规定 它是个误权 在我们民法的误权篇里面 所以这样一来它就衔接起来了 而且这个是比较有人性的衔接 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很大的关键 我们不知道如何衔接 也就是现有的实际的生活在那边 但是我们法律却完全 他们却一点权力都没有 那这个案子很多啊 非常多啊 那这个要如何衔接 那如果另外一个案子 比如说新店柳公俊 俊头的那个 这个 那个毕贞 对 赖毕 赖毕贞小姐 她的那个个案 那其实她也透过法院诉讼 那第一审她是胜诉的 那第一审法院也是在寻找一个衔接的一个办法 那就是希望她能够透过我们现在法令的规定 用时效取得地上权 也是用地上权方式来取得这样的一个课题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值得给予掌声的 所以你觉得大辽的这个四地重化的案子 也有可能有用这种类似的方法去处理去解决 没有错 没有错 也就是联合国就跟我们讲 你不能够否认他们的使用权 因为这是他们的基本的人权 我们有没有有一些办法 来进行一些转移 进入到我们现有的一个体制里面 我们以前都没有了 以前都没有 我们就直接我给你救济金 还不是补偿金 我给你救济金 你就给我走路 那钱都很少 他们以后你到底活得怎么样住哪里 那都是你们自己的事 拎刀的事情 但是这个不对啊 我们一方面说 哎呀我们要赶快 很多人没有住的地方 要兴建多一点国民住宅 有没有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那我们要兴建多一点国民住宅 就要居住正义 但另外一边 我们又不断的在驱赶破千 很多社会的一个弱势 那你这个驱赶破千 你能不能把它停下来 那这个兴建国民住宅 我们大家来努力 不是兴建国民住宅 才叫做居住正义啊 这些 这个 他们的基本人权的一个保障 这个使用权的保障 也叫做居住正义啊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有一些衔接的一个方法 比如拉瓦克 管老师谢谢你提到这个个案 他就是一个玄结的 连于50年的地上权 赖毕甄小姐 他们在第一审 那个法官 好像这个名字我一下忘了 我觉得那个判决也很棒 值得我们大家思考 他用叫做实效取得地上权 大家想想像赖毕甄小姐这个案子 他那个房子从日本时代就在那边了 经过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他房子存在的时间 比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还来得早 但是竟然是一点权力都没有 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 到底是他的房子的问题 还是我们法律制度的问题 我认为是我们法律制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赶快来想一些办法来进行补救 这的确是一个蛮复杂 但是也不是完全束手无策的一些做法 就是我们知道应该没有人反对城市发展 可是那个城市发展的那个过程 就是包括独核发展 有没有一些公民的讨论 然后他的程序就是他会不会造成一些人的损害 那或者说他可能被损害的人 他有没有相对的一些 比较好的安置的做法 要不然很多时候很多的国家 就是在谈城市发展的时候 他就会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 可是我们好像不是这样类型的国家 我们应该相对之下对于一些人权 或是对一些历史 他必须有更多的讨论 当然这个方法在目前好像依法行政 他得要这样子做 可是也不是全然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今天非常谢谢徐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非常开心的来告诉我们更多更多的 其实我们可能还不是很清楚的一些 一些很关键的一些观念跟想法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